有可能的話我應該要到一趟 洛杉磯或者舊金山 跟當地我們僑胞們朋友聊聊天 韓流即將吹到太平洋的彼岸 高雄市長韓國瑜 將到美國波士頓參訪 而且還將應邀在哈佛演講 講題就是去年底的九合一大選 而一人就全黨的韓國瑜 當然是個性人物 那美國對韓國瑜是完全陌生的 所以當整個韓國瑜超高票 當選之後形成了一個韓流 不僅中國大陸嚇一跳 AIT也嚇了一跳 韓風帶動了整個臺灣的一個 九合一大選的整個風向的改變 那美國會覺得說 那我不能夠再誤判 搞不好二零二零年 會有什麼樣的變化也不清楚 中美貿易戰打得火熱 美國卻錯估去年底 地方選舉韓流威力 韓國遇到美國不只是個人面世 也可視為美國老大哥 亡羊補勞的一場補考 而陳前十六年後 彷彿橫空出世大鬧天宮的臺灣人氣王 美國資料幾乎是一片空白 當然得抓緊時間建黨 就怕再度誤判壓錯保 基本上只要他覺得 甚至你現在還沒有舉足軍中的地位 但他覺得你未來有可能有這個機會 他都會去收集這方面的資料 這次更重要一點就是 他可能急於想要知道 韓國瑜對九二共識 對兩岸之間關係的看法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對美國來講是非常重要 因為現在美中貿易戰 即將訪美的政壇大咖 還有台北市長柯文哲 以及國民黨內兩顆太陽 前新北市長朱立倫 與國民黨主席吳敦義 北科南韓的訪美可預見 將成為美國建黨的重中之重 而韓國瑜還未抵達 訪美消息傳出 僑界也早已悄悄刮起韓風 接著林佳慧 董佑君 台北採訪報導